这是日前被一强盗杀人最重判死刑的妈妈嘴前店长谢一涵 这个案子呢已经来到了高等法院了 在今天下午四点钟高院召开了鸡鸭亭 那么呢谢一涵当庭袒露心声 他崩溃落泪 但最后法官还是裁定续牙 是为了还吃被害家属一个公道罪接受死刑吗 很对不起被牵脸的人会对不起大饼吗 低着头谢一涵面对记者提问都没有回应 但是在庭讯当中他侃侃而谈 首度对于被害家属表达了歉意了 他说愿意以死来换取家属的原料 更当庭对于无辜被牵扯在这个案件的人深感歉意 他说这些人都是曾经很照顾他的 他自己是一时被气愤冲昏了头 才做了错误的笔录 惹出这么多的问题 那么对于吕炳红等人 他感到非常的抱歉 希望能够早日还他们清白 但是后来他还是始终坚称 他跟陈静福确实是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才会因此长期的羁押 心存怨恨动了杀鸡 但是法官认为谢一涵涉犯重罪 有潜逃之余 所以就裁定续押 在傍晚五点钟 谢一涵搭上了囚车还押看守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